但是你說一些香港銀行 或者國際銀行 我就一向都 不說一向 這些幾個月 我都開始看好一些 你上次來也有講 看國際銀行 比如中銀香港 我上次也有講 你看到這一陣子來講 它的勢都很強的 還有我之前講的其中一個point 就是它的high波 如果你回看最近這10天的香港的high波 就由我對上兩個星期之前講的0.3幾里 已經升到0.6幾里 但是之前我給一個預測都說 應該到今年第三季 可能都會上一厘 我覺得就真的不出奇 假如你說7月份 美國那邊真的再加4.3厘 香港基本上你看到近期是每日金管局不斷是要接錢 如果銀行體的結餘 由之前講的3300多億 跌到2500多億 我相信如果你說接下來的結餘是再下 比如可能下到1千億左右 到時就不是只high波會再抽 甚至乎可能銀行方面頂不住 在一個prime rate 所謂最優位利率上面都是要跟著是要加的 所以這方面對於銀行股短期裡面的息差一定會有幫助 當然你說再後段一點 息口加得很厲害 那些公司頂不住 不借錢 或者借少些錢 或者可能有部份的企業可能是捱不住要破產的 或者可能部份的樓市又不行的 到時的資產質素一樣東西 就要再看了 但是我覺得在加息的初期至中期 對銀行股都還是比較有利一點 是 有的人 有的 有的人 有一的人 是